前美国总统川普到亚利桑那州 这是他在成人骗女星封口废案 被判有罪后的首场竞选造势 在等待7月11号 法官宣布量刑的同时 川普也加快寻找副手的工作 而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报道 名单缩小到四人 南卡参议员史考特 非议和来自摇摆州的背景是加分 但无条件对川普的忠诚 将很难扩大支持群众 在开庭期间到纽约声援川普的 北达科他州州长伯根 是另一个可能人选 科技背景出身的伯根 靠着财力雄厚就足以让川普 认真考虑他为搭档 同样没错过川普出庭秀的万斯 是川普在参院的盟友 他出身铁锈带和民粹主义 虽然能吸引中低教育程度的白人选民 但支持者的背景和川普支持者 类似 参议员卢比欧和川普一样登记在佛州 川普在2016和2020都拿下佛州 预计这次佛州选情 不会需要更多帮助 不过卢比欧对外交情报事务的熟悉 对中强硬及反普亲力场 加上拉丁裔背景 都可以帮助川普吸引更多选民 川普的副手必须符合两个重要条件 一个是对川普的绝对忠诚 另一个是在支持者背景上 要能有和川普互补的效果 吸引共和党温和派 甚至中间选民支持 而谁能从这个不断变动的候选名单中出现 只有川普说了算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